聚集1好了 我不改好了,沒關係 因為這只是暫時性的 然後做什麼事呢 1一樣去 資料裡面的什麼 從web 2的話把它貼上 到 3的話呢 直接把這個打勾 匯錄 按確定 那完成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把它停掉 OK,錄完了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聚集裡面的聚集1 編輯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關鍵的點在哪裡呢 請各位看喔 這個可以刪掉了 你當然可以自己再把那個 就是 就是這一些 這個 最關鍵的點 在 請各位看喔 這個 所有參數裡面 請各位看一下 web table 意思就是說 你要下載的是 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表格 那 因為喔 剛剛 我們下載的時候 其實 明明我需要下載的是 等於是那個 第 10個 可是他卻給我第9個 那也就是說 實際上他的位置 好像有變動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用那個 PHP的關係 自動在輸出的時候 把你扣掉一個 讓你抓不到你要的 所以以後喔 你們可以觀察 你如果抓不到 比如說 多一個或少一個對不對 或者多一個多兩個多三個 你可以去算嘛 那個不是有個 黃色的箭頭 反正那個黃色的箭頭 也就是說我本來應該是下載到上面那個 我把它改成9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再開一個新的 工作表 然後呢 再把剛剛改完的結果 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破解了吧 夠簡單吧 所以 這個應該是 網路上面 應該沒有人這樣解 所以 教各位一個 那我怎麼會知道 其實我就觀察一下 對喔 為什麼他下載東西 好像 明明應該是那個table 結果他給我另外的table 所以以後 只要是網頁上面的 那個table 你只要看得到的 都抓得下來 不會有問題 所以很多同學 每次奇怪 為什麼老師 用那個方法 就抓不到 我要的那個 table 所以以後 就用這一招 反正不就是多一個 少一個 少兩個 少三個 反正你就多改幾下 資料就下來了 你大概就知道說 應該改哪一個table 是你要的 這種方法 我試過 還 屢試不爽 還蠻好用的 所以上面有幾個 如果說一個網頁有好幾個table 你就把這個程式多做幾次 多做幾次 他就可以 幫你把它 比如說那個網頁裡面好幾個 你會好幾個 慢慢就把它抓下來 不會有問題 方法很簡單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一 你們可以到Yahoo 應該找得到 Yahoo的網址 然後Yahoo股市裡面 或者是不一定Yahoo股市 你可以找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 複製一下 當然你如果說 直接利用什麼 開一個新的 直接從那個 資料裡面匯入 會失敗 所以 怎麼做呢 你就 先錄製 把wavetable 改一下 OK 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或者你可以找一下 你平常 比較 常 下載的網站 然後你每次下載都失敗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 把wavetable的那個 那個那個號碼 都會改一下 就 完成了 這個我改了蠻多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那這個方法應該可以取代以前 去修改什麼JavaScript 那個 那個東西 有些也還是 還是可以用 因為這個當然是很多招 你的招越多的話 對於你完成你的任務 應該會更有幫助